哈囉大家好 我是Lucy 歡迎來到我的classy choice新品選品頻道 今天呢我要來一次開箱兩個包包 那這兩個包包呢都是我朋友的 然後這個朋友是我在UCLA就認識的朋友 現在我們剛好都住在同一個地方 然後那天我跟他出去吃飯的時候 我就發現他有很多美包 然後他喜歡的風格也都跟我很像 我看到他有很多我還沒有跟你們開箱過的包包 所以我就問他說 欸你的那個包包可不可以借我拍 然後他就說好啊 所以那天我就衝衝衝衝到他們家 把這兩個大橘盒子搬回來了 開箱給你們看了 那這兩個呢 你看這個盒子大小 應該猜得到是什麼吧 那我先開這個給你們看 這個我已經先打開看過了 它是一個我很喜歡的顏色 開放留言不要偷看 給你們猜三個顏色試試看 底下留言 那我要打開囉 提示一下 這個包包的顏色呢 是我之前有開箱過一個一樣顏色的 準備好了嗎 超級美的 那它是聖杯藍 英文叫做Blue Pale 然後TCD配的是銀扣 那它的英文的色號啊 Blue Pale 其實你直翻成中文的話 應該就是那種有點蒼白蒼白的藍 就是有點淡藍的感覺 然後但是中文是翻聖杯藍 然後那時候我跟我朋友就在討論說 對啊為什麼中文要叫聖杯藍 因為我想像的那個聖杯 是不是應該是那種金屬色的 對不對 金屬類顏色的 結果後來發現 我們兩個都想錯了 就是我們應該都想成那種火杯 那種哈利波特的那種火杯 就是聖杯的話應該是透明的吧 對不對 然後裡面是不是會加聖水 然後是不是看起來就有點那種 透明透明 淡淡的那種顏色 是不是就像它 呵呵 然後你們可能已經有看過開箱另外一個 是Mini Evelyn 然後也是Lupel的嘛 也是聖杯藍的 但是我看到這個本人的時候 我是有驚豔到 因為呢 同樣一個藍色 然後在不同的包包上面嘛 就感覺還蠻不一樣的耶 像那個聖杯藍的Mini Evelyn 我看到它就覺得說很可愛 然後Mini Evelyn是比較偏休閒的包款 我看到Pickleting菜籃子 這個顏色的時候 就是感覺很鮮 看起來超有氣質 感覺應該是仙女會拿的包 就像我朋友一樣 呵呵呵 然後它呢就是Pickleting18 就是最小的Pickleting 或是俗稱的菜籃子的尺寸 那我給大家近看一下它的皮革 它這個是TC皮的 然後配的是銀扣 那菜籃子的其中一個重點 就是它有這個鎖嘛 然後它都會附給你兩個鑰匙 就是怕你不見備用鑰匙 那我現在把它打開給你們看一下 給大家聽那個鎖的聲音 超好聽 有沒有一個很清澈 很清脆很響亮的聲音 好那它如果鎖拿掉的話 就是這樣子 因為鎖是有一點重量的 所以當你沒有鎖的時候 它就不會那種很自然的這樣垂墜下來 那有鎖的話 它就會靠那個鎖的重量 可以把這一層皮 讓它自然的垂墜下來 所以給大家看一下它的側面 它就是這一條這樣子 從這邊穿過去 然後有鎖在這邊 你要拿包包裡面的東西的時候 你不用說什麼把這個鎖打開 把包包解開 就通常這個鎖是沒有在動的 你要拿東西的時候就是 它的這個還蠻大的 所以你就是直接手伸進去拿就好了 那我等一下實際測它的容量 跟量它的大小給大家看 那我先給大家看一下它上身的樣子 好美喔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看到我那個幾個月前 拍的那個斷舌梨包包的影片 我不是有說我很後悔嗎 斷舌梨掉了一個那個櫻花粉的菜籃子 然後其實我有一陣子就覺得 對菜籃子有點無感 但是又看到它很喜歡耶 我會跟我朋友喊話一下 Jennifer 如果你這個不要的時候讓給我 你就可以這樣子拎著 好好看喔 好氣質的顏色喔 然後或者是這樣子勾在手上 會不會很好看 超美的耶 喜歡 我剛剛沒有給大家看它的底部 因為它的底部是有四個角角的 然後就也是配銀色 那有這個角角為什麼很重要呢 就是包包放的時候 不管你放在桌上或放地上 你把它放在平面上面的時候 你比較不想要那個皮直接接觸到桌子表面嘛 久了會容易髒啊容易磨損 所以有這個角真的覺得很好 而且我每次把pickleting放在桌上的時候 我很喜歡那個聲音 然後它就可以站得很穩 就不會扭來扭去歪來歪去 很棒 那我覺得pickleting啊 因為它就是算是一整塊皮嘛 所以還蠻需要放包枕或者是內膽包的 那建議就是至少可以放一個內膽包 這樣至少可以維持它的那個包包的形狀 它的包包呢裡面呢就是一個很大的空間 沒有任何的夾層 你有放內膽包的話 那內膽包也可以當作你的夾層這樣子 好我現在來量它的大小給大家看 這大小要怎麼量啊 它的那個口比較開一點耶 不然我們就量底部的好了 這裡 它底部的寬呢大概是14公分左右 然後長大概是18公分 那它的高呢我就不要加那個把手 大概量一下18-19公分左右 好所以這個就是第一個pickleting 我們來開箱第二個 準備好了嗎 你們猜猜看是什麼顏色 一樣可以留言告訴我 我不覺得會有人猜得到 因為這不是我平常包包比較會有的顏色 它是一款深色的 我還沒有看過它本人 但是我有看過照片 我覺得這個深色是一個很漂亮的深色 也是屬於很有氣質的 我把它拿出來囉 趕快猜猜看是什麼顏色 美耶 準備好了嗎 這藍好有高級感喔 我來看一下它是什麼色具體 我有問我朋友 它這個色號是7P的Blue de Proust 不太確定英文或法文怎麼唸 叫做普魯士藍 雖然不知道普魯士是什麼意思 但聽起來是一個很高級的名字 欸這藍很美耶 你看我今天穿的衣服就是跟它們兩個搭 有沒有超搭這兩個 跟它們分別都很搭 那一樣給大家近看一下它的皮格跟顏色 然後這也是銀扣的 我朋友這個還沒有放內膽包 我把它拿出來 我一樣把那個鑰匙扣上給你們看 一樣是一個鎖頭配兩個鑰匙 然後就都是銀色的 開鎖 好喜歡這聲音喔 好剛剛沒給大家看 你看這個這樣子 它有這一條嘛 然後你就從這邊這樣穿過去 這樣子 這個鑰匙放在這個洞裡面 好漂亮喔 我只能說這個藍真的是有打破我的觀念 就我覺得在看到它之前 我的wishlist上面 我應該是不會想要許願什麼 深藍啊 深綠啊 什麼的 但看到它本人 我覺得很可以耶 感覺這個藍在很多其他的包款上面 應該也會很漂亮 我真的在看到它之前 還沒有想過我喜歡深藍色耶 OK有開眼界了 那它的上身效果呢 小餃子 很漂亮耶 好有氣質喔 很高貴優雅的一個藍色 那它這個還沒有放內膽包 所以我就用這個包包給大家看它裡面 裡面就是這樣 任何夾層都沒有 然後在底部會寫愛馬仕 沒有夾層的 所以它的空間是很足夠的 它雖然是18最小的尺寸 但是應該算是愛馬仕的迷迷包包系列裡面 最能妝的一款 那我用這個它已經有放內膽包的來實裝給大家看 我覺得裝一些我平常可能會帶的東西 像護唇膏跟護手霜 或是口紅什麼的 錢包 我的Kelvi Duo 衛生紙 我的出門必備 相機 因為有在看我影片的觀眾朋友可能知道 我最近的生活就是都是帶小包嘛 所以除了這些東西我真的想不太到 我還可以帶什麼出門耶 喔可能那種小水壺嗎 那我先拿一下 放一個這個短板的水壺 來給大家看一下 放完都還是有空間的 你看如果不要水壺的話它長這樣 裡面還超爆鬆對不對 超爆空有沒有 放了水壺之後也沒有說很滿 也是算還可以 對Pickleton因為它胖胖的 就實際能妝的東西還真的不少 好啦那這個就是今天的兩個菜籃子Pickleton開箱 希望你們喜歡 如果喜歡這類分享的朋友記得 按讚訂閱分享開小鈴鐺 我每週都一個人新影片喔 那我們下個影片見 掰掰 然後這是我朋友的Instagram 他常常會去一些很漂亮的地方 拍一些很漂亮的照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去Follow他 大家記得Follow我的Instagram classychoice94 還有我的個人Instagram Lucy83 Lucy83 好掰掰 分享改善 甚麼小鈴鐺 一圓 punt 一圓 成功 一圓